解放战争失败后,女特务蛰伏几十年,为掩护身份嫁给农民连生八子。 情报工作是战争中,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在我国的近代,国家经历了很多场战争,最终才建立了新中国,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不容易,当初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军统,我党也有中央特科,都是一些情报组织。 小编今天给大家讲的,就是战争中的情报人员,一些常规的情报获得,就是通过侦查,或者是分析战场局势,要想获得一些重要的情报,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情报人员,打入敌人的内部,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,国共双方内部,都有对方的特工。 在国民党的军统中,有不少的女性特工,她们也学习一些西方的培养特工的方式,用女性更加的方便,在戴笠戴老板的手下,就有一支红粉军团,就是戴笠专门为了获取情报,而培养出来的女特务。 在战争时期,国民党就往我国军队中,派遣了大量的情报人员,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,并且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我国军队中,我党也经常肃清这些人,在建国之后,也进行了一次大型的肃清运动。 虽然这次运动力度很大,但也会有那么一些人,因为伪装得很好,最后被人们给忽略了,这些人的工作特殊,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办法来伪装自己,他们互相之间是不会联系的,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 一些高级的情报人员,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份,这就叫做单线联系。 在军统中有一个女子叫做张春莲,因为她样貌出众,人也比较的聪明,于是就被军统给招揽过去了,很快她就可以独立完成任务了,谁都不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,因为她和领导们属于是单线联系。 解放战争之后,国民党溃败,所以那些特工有的藏了起来,等待时机,有的跟着逃跑了,当时因为逃跑比较匆忙,所以张春莲就留在了大陆,她一个人生活,为了不被怀疑,于是就选择了嫁人。 她选择折服起来,嫁给了一个农民,俨然就是一位前妻两母,为这个农民生了八个孩子。 她的邻居亲戚们,也都不知道她的特工过往,虽然事情过了很多年,但是我党还是发现了她的身份,最终把她枪毙了。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,他们也都藏了起来,一辈子用另一幅面孔生活,没有人唤醒他们,他们就这样用伪装的身份,直到死亡。 感谢观看